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水太多 对 水太多 起先啊 是水龙头没关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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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烦的 应有不能美 苦慈夜难颓 失眠了 怎么办呢 那就上顶楼阳台吹唆呐吧 您才华洋艺 三个月 我就已经会好多个京剧跟北馆的曲牌子了 您有天分 过了一阵子 抽水马桶也出问题 水一直流 一直流 这还没完没了 真是烦死人了 明月照鸡雪 说风尽且哀 你到底住在哪儿啊 刮风又下雪的 那我在上顶楼 吹唆呐 又三个月 我已经把客家巴音全搞懂了 您是天才啊 但是房东一直不接电话 遇到恶房东 那我一直睡不着 就一直上阳台 吹唆呐 半年后 整首白鸟嘲讽 我全都会吹了 邻居没揍你还真是奇迹啊 有一天 哎呦 我突然发现 这顶楼阳台有水塔 水塔外面有开关 吐了这么久 你终于才发现 我把开关一拧坏了 怎么了 开关坏了 啊 这水压太大 墙壁里的水管全都爆裂 水都渗出来了 三小大坝 我的家具 衣服 电脑 电视 漫画 全都泡在水里了 都淹了 云王无烟雾 年事绝以催 太太惨了 累坏 晕倒 住院 哦那好 你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还是睡不着 为什么 掉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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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个不停啊 叫你第一名 你 阴又不能寐 苦此夜难推 明月照积雪 朔风尽且爱 云王无烟雾 年事绝以催 诗人怀着深重的忧虑 辗转不昧 漫漫长夜 似无尽头 深感时间流逝之间 没有什么是能保持不变的 折发对光阴催人的恐惧和无奈 别有一番急冷苍凉之味 谢灵韵 是东晋民将谢玄的孙子 谢玄是肥水之战的英雄 谢灵韵的父亲谢焕 资质平庸 但是谢灵韵幼年 即聪颖过人 谢玄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曾经说了 我只生出那样的儿子 而那样的儿子 居然生得出灵韵 谢灵韵幼时便博览群书 能诗善文 工于书法和绘画 又兼通史学 此外 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 十八岁的时候 习峰康乐宫 用度极尽奢华 他出身名门 自小富贵 娇生惯养 本就高傲任性 加上少年的志 官运亨通 自然更加桀骜不寻 狂放不羁 谢灵韵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全天下的才智若能有一旦 曹子剑才高八斗 我得一斗 天下人共分一斗 看似赞誉曹直 其实吹捧自己 由于出身士族 然而政治上不得意 他有不少诗作 表现出深沉苦痛的感情 和以乐天安命自解的思想 谢灵韵沿着以山水景物 来体悟玄理这条路 对旋语诗进行改造 尽可能忠实描摹山水景物的原本面貌 开创山水派的诗歌创作道路 由谢灵韵开始 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许多山水诗人都受他的影响 后来因为获罪 发配到广州 谢灵韵密谋找人解救自己 事败 被以叛逆罪名杀害 只活了四十九岁